医药白宝箱 让你健健康康 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如何我们可以减少在过敏方面 不论是任何的一种过敏 或者现在的花粉过敏 过敏季节期间 为大家带来的分析 减少大家在受到过敏的困扰 减少它造成你我生活上的不便 欢迎待会儿一块收听 现场直播电话713-984-0424 你有相关的问题 欢迎朋友们可以在节目播出时间 直接电话进来 和Dr.林也会来讨论 下边我们欢迎林诚信大夫的参与 Dr.林早 欢迎参加 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早 我记得上一次2月的时候 你就提到的是 今年我们在德州 我们的过敏季节提前了 尤其是像在Austin那边 我们就Oak Tree都已经出来 我们在这边其实已经提前 原来你那个时候说是3月中下旬 才是Oak Tree 才是我们的过敏季 但是今年提前了 现在还是继续在过敏当中 昨天我们还在新闻看到 不光是德州 在纽约那边也很凄惨 是这个有关单位说 你们晚上睡觉前洗干净 不要把过敏源带到床上去 回家就洗澡 回家就洗澡 这个看起来过敏很凄惨的情形 所以今天我们会继续 请Dr.林来谈一下 这种季节性的过敏 我们的阴影的方式 好不好 好的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之前有一段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尤其是对树木 这个春季 也就是树木花粉 过敏的朋友 有一段时间 大概在前几个礼拜吧 特别特别的痒 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橡树的 Oak的Tree的花粉呢 上升到我记得4000多 那相比之下 它现在呢只有300多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那段时间 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痒 是哦 对对对 尤其是眼睛嘛 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眼睛的敏感度 大约是鼻子的1000倍 所以你的早上起来 一出去外面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觉得你的这个眼睛开始发痒 因为眼睛的敏感度呢 比鼻子的敏感度呢 高出很多 高出很多 是 那么其实在上一次的话 达特林也 其实在前几次 就已经告诉大家 在FDA方面 最新release出来 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 原来是医师处方的过敏药 而现在是over the counter 我们可以不需要医师处方 不需要这个prescription 就可以购买 那当然药效 就会比最最普通的 以前我们很熟悉的 像是 像是 这个 Allegra 或者可能会 应该会比我们 一般的过敏药 要强很多 那么 我想问一下 达特林 我们也讨论过就是 这些过敏药 是不是对 对多少percent的民众 在过敏的控制方面 会有效 但还是会有 因为 没有 没有一个药物 没有一位医师会说 这是100% 一网打尽 就是绝对不会有例外 如果使用了 有例外的情形 不产生作用的话 有什么 其他的方式吗 好的 那在这边 特别要跟主持人 也跟各位 这个听众朋友 讲一下 因为 我想上一次的时间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 cover到许多区域 是 那 这次呢 特别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 更加应用 叫lesson 102 那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 有一个新的药物 它是一个 鼻子的喷剂 它是主要是 你的 抗主弯药 的喷剂 也就是你把 Dertac allegra 那些东西 喷在鼻子里面 那在过敏的医学界里面 在过敏的范畴 局部作用的药物 永远比口服的药物好 大部分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眼睛的时候 你点点药 你鼻子有症状的时候 你用鼻子的喷剂 如果你是哮喘 或是气喘的朋友 你用的就是 这个吸入剂 所以在过敏的 这个区块里面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 你局部的作用 都强过于口服的 尤其是像我们上次提到 这个口服的 抗主弯药 也就是allegra 你如果直接喷到鼻子里面的话 效果会比 口服的 强很多 那 那个药物呢 在这边再提一下 它叫做 Astapro A-S-T-E-P-R-O 那 特别是 如果你 我举个例子 大家应该都会对 这个flonase nasal core的 那个鼻子的 激素 喷剂 有熟悉吧 对不对 当你在做 临床试验的时候 很多人发现 你如果你用 这个flonase Jazertac 并没有比 单一使用 flonase 还来得有效 这个是 可能大家很多的误区 就是我吃了一个 口服的 这个药物 然后再用一个鼻子 喷剂 效果会比较好 不会吗 我们觉得这个叫做 double strength 我们这个叫做 加强剂 我们又吃又喷 那应该来讲是 比只选择一样 要强很多 不是吗 没有啊 就是 就是有这个误区 因为 因为你的 在试验的 做的过程中 结果就发现 如果你是吃一个 口服的抗止观药 例如说你吃一个 antihistamine 像 Zeratec 或allegra 再加上一个鼻子的 喷剂 flonase 其实效果并没有超过 你单一使用flonase OK 所以说这样子来讲 它就是针对性的 这个防过敏的措施 比我们叫做 就是全部吃药 只吃一颗药 或者一种药来讲 它的效用会更好 对的 而且如果你在看 另外一个 例如说我们说到 那个抗止弯药 用在鼻子喷剂的时候 如果它跟 这个flonase 来合并使用的话 效果反而比较好 比单一使用 任意其中一个还要好 OK 好 那么 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 我们这个 Dotterling讲到了 这个像是刚release出来的 喷鼻子的 Astberl 那么这一个药物 通常来讲 病人来讲 当然我们知道 如果是发炎 你要是吃了 抗消炎药 你要 It takes time 大概也要一阵时间 可能一两次 可能要12个小时 之后 它才会慢慢的 才会整个控制 控制下来 但是呢 对于过敏来讲 眼睛痒 或者是鼻子痒 喉咙痒 我们吃了这些药 或者喷了这些药 点了这些药 都希望能够 加快它生效的 反应的时间 那么一般来讲 我要多久之后 还没有反应 我就是说 这个药对我来讲 Useless 我要换了 OK好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鼻子的激素喷剂 像是Flaunase Nasal Chord 或者是Rhinocord 它的作用 药效作用时间 是以小时来算的 也就是它两个小时 然后12个小时 到达高峰 或者是24小时 到达高峰 那这个是比较于 长久作用型的 也就是它的奇效比较慢 但是呢 它的药效呢 保持的非常好 那像这种药呢 它就是属于药效慢的 OK Astor Pro 它相比之下 是药效非常快的 它的作用时间 是15到30分钟 OK 所以它的作用比较快 那但是呢 它的消逝呢 也稍微快一点 所以你在去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可以 你可以喷两种方式 一种是你早晚各喷一次 或者是呢 你早上喷两次 所以它是 它的这个 每个人的 呃 代谢 情况不同 你可以喷到一天两次 或者是 呃一天呃 每一次喷两次 一天一次 这样 OK 嗯 呃 大德林 你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 刚刚release出来 上次我们谈到的这个鼻子喷剂 Astor Pro 它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就生效 而我们原来的 Flawness 这一些要take 大概会take几 大概要七八个钟头 它最快最快 就是两 一两个小时 最快 才能 才能开始 这个drug onset 但是它会持续 那个是 Flawness 啊 Flawness 对 Flawness 是Rhyno Chord 或者是Nasal Chord 对对对 像这种鼻子的喷剂的话 它就是 几个小时 你才会感觉出 它有作用 然后呢 但是 当你在用的时候 嗯 你只要在 在用的这段时间呢 你都会觉得 非常好 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 是这样子的 它的作用时间 比较长的 或者是比较慢的 它的作用时间 就会比较长 起效快的 它的作用时间 就会相对短一点 嗯 来得快 去得快 来得慢 就会去得慢 所以说 那么在这个 也可以 那么新出来的 Astro Pro的话 我可以 喷两次 直接两次 一起喷 然后每天 每天 只做 就是说 一天最多喷 两剂了 我可以 两剂 一次用完 或者我可以 分开早一次 晚一次 各一剂 是不是这样子 这样子 对 你可以 具体的话 可以请 这个 听众朋友 到时候具体去看 它这个 这要说起来 有点复杂 你可以去看 它后面的 这个 drug fact 它会有上面 写详细的基量 但是呢 你可以 2 spray 就是 一个鼻孔 喷两次 一天一次 或者是呢 你也可以 一个鼻孔 喷一次 然后拆成 拆成两半 就是拆成早晚 各一次 它的这个dose 是一个 flexible 就是它的 比较 比较灵活的 可以针对你 觉得说 它的持续效用 对在你身上 有多久 然后针对这样子 来做一个调配 但是它就是 符合它的原则 就是来得快 它去得快 那有些人呢 它可能可以 撑得了一天 还有些人 它可能只能撑半天 所以 你到时候 它具体 以你的使用情况 跟你的药效 来参考 那么通常来讲 如果说 我等了两个钟头 或者一个钟头 一两个钟头 我还是觉得 我的症状 并没有100% 的control下来 或者我还是觉得 痒 还是在huchu huchu 我可以继续使用吗 可以 我可以一天 能够 就是喷个三趟吗 尽量不要超过 它所规定的剂量 但是我可以 跟大家讲 如果你想要 就是你用一个 这个喷剂 然后你觉得 它可能没有用 我的建议是 至少持续 一到两周 然后看 然后才判定说 你对 这一类的 药物 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效 因为呢 无论是 抗主案药 也就是 antihistamine 或者是 这个鼻子的 鼻子的抨击 它都需要 一到两周 一到两周 它才能达到 它的最大 最大这个 maximum strength OK 所以要一到 两个礼拜 对 以我们现在 我们Houston的 这个environment 来看的话 Oak tree的 这个树粉 然后这些 已经前阵子 刮风下雨 掉了不少下来 太阳出来后 风一起大 当然还会有一些 树上还有一些 我这个一到两周 是否我过了 这一段时间以后 它没有那么强了以后 它已经到了 maximum之后 我就可以stop 不再使用 OK 这个也是 问了非常好的问题 那当你 觉得这个东西 都过去之后 你有 集中选择 第一个 你就完全可以 完全停掉 之后有症状再说 或者是你可以 觉得说 它很有可能 之后还会 再会再来 那你的症状 还没有完全消减的话 那你可以逐步递减 OK 或者是你可以 把它完全停掉 然后试试看 比如说 你就只吃 我就把我的这个 Flaunix停掉 然后就只吃一片 这个Aligra就好 所以它可以 你可以换药 把它药换成 比较轻的那种 或者是呢 你可以完全停掉 或者是你 逐步递减的药量 这三种方法 都是可以行的 好 那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请 Dr.林来谈一下 我们通常都会讲说 药物overuse 这个过度使用 结果让身体 让会产生 所谓的抗药性 会对这个药慢慢的 就效用 就没办法 没办法完全发挥了 那么像刚才 我们提到的 这些过敏药 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 或者呢 像如果以我来讲 我是一天那晚过敏 常常过敏 所以呢 Aligra也用过了 然后呢 这个 刚才你讲过的 Flaunix也用了 然后呢 这个 Nasacord也用过了 好 我每一个都try过了 都用了一段时间 现在新出来了 Astpro 那么会不会 因为我以前 已经用过了 这一些不同的 过敏药 每一个都用了 好多年了 那在现在换到 这个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 药效会打个折 会不会受影响 对 这个问题 也是一个 非常好的问题 那 要怎么样解决 这个问题呢 首先你 如果来看临床试验中 其实并没有发现说 你对这个 长时间服用的话 你会对Aligra 产生耐药性 其实是 如果你真的做一个 Sopper Blind Pasebo Control 双盲 加上 这个 安慰剂试验 并没有发现 你会对任何的 这些 我们刚才所讲的 过敏药 会产生耐受性 但是呢 我是否每天都听到 我每天都听到 我的病人这样子讲 所以呢 这就是 对 你每天都会听到 但是 所以这就是 实际使用 跟这个 放在 真正的临床试验中 会产生的一些 产生的奇异 那我个人会 建议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吃Aligra 没有效 然后你吃Zertag 感觉有效 那就换吧 也没有什么 特别 对我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因为你就换一个药 也都是同样的 这个class的药 你觉得这个药 不行的话 那就再换一个药 那 像我刚才之前所讲的 现在 既然有出现 市面上有出现 这个 鼻子的抗主弯药的 喷剂之后 其实是 你有多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 有用 有可能可以使用 两种喷剂 来达到 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呢 对对对 把Ascar Pro 例如说 加上其他的喷剂 像这种 ZloMax这种 它其实会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但是具体 如何使用呢 如果不想 建议还是请教医生 或者是药师来使用 因为那个剂量呢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还要调 但是呢 Over the Counter 现在已经出了一个 这个抗主弯药的喷剂之后 其实是 可以做到这个 Combination的效果 OK 所以那么 当我们如果现在 使用了Ascar Pro 再加上Floaness OK 我们这样子 在使用的时候 还需不需要 口服任何其他的 像是Allegra 或者是Claritin 不需要 因为你已经把Allegra 喷到鼻子里面去了 OK 所以这个就 只要使用喷剂 那么口服剂 就可以 就不用了 就可以Skip 应该说口服剂 我就必然问我说 Ascar Pro跟Allegra 有什么区别 我说Allegra 像是这个 Bullet 像是手枪的子弹 Ascar Pro 相当于是Missel 因为 大家可以这么想 当如果你在吃Allegra 吃下去肚子的鱼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 被吸收 取决于你当天 这个你有没有吃饭 什么之类的 然后多少吸收 会跑到你的鼻子里面 当你用Ascar Pro的时候 你把抗几万药 完全100%噴在鼻子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 powerful的 这个Underscale 它是非常非常 powerful的药物 那它如果搭配其他的 另外一些 喷剂的使用的话 它其实会达到 一个非常少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他可能 去Primary Care那边 他会拿到一个 combo spray 也就是同一个 同一个spray里面 加了两种药剂在里面 对对对 OK 所以今天 但是你可以拆开来使用 你可以拆开来使用的话 就会变成是 OK 对 就会变成是Ascar Pro 加上其他的 但是具体 这个药量的因缘额定 是还是要问一下 那个药室或者是医生 好 这样子朋友们 我们应该可以赶快到 药房里面去 Ascar Pro 可以准备一下 放在家里面了 因为这个过敏 在现在 虽然下过雨了以后 我们在Houston 是比较好了一些 但是并不代表 完全的停止下来 现在 温度还是会蛮高的 而橡树的话 Oak Tree 现在还是有不少的 就上面 你看到黄绿黄绿的 车子停在外头 一段时间 就变成黄绿色了 深色的车子 上头都是 这个树粉花粉 像最后还有大概 哇 不到两分钟时间 请Darling 很快地谈一下 我们刚才谈到的 这些不管是Ascar Pro 或者是Flawness 或者是Eye Drop 像这个Patterday 以前我们提到过的 它是不是对所有 我们这些外界的 花粉树粉 Pollen 都有用 还是它有针对 某种树粉 某种花 某个季 某一方面 特别有效 那它是针对 所有的 这个 所有的树的花粉 它主要是 像 抗主要药物一样 你吃什么 对所有的 过敏的反应 都有效 并不是只说 特别针对 单一花粉 或是什么 单一的 这个成脈 但是所有的 都是有效 那么如果我们用 Ascar Pro 然后这些 喷鼻剂以后 是否也可以 同样的控制 Eaching Eyes 眼睛痒痒痒 还有喉咙的 这种干干的 咳咳的 这种 都在一次性的 一个药物 或者Ascar Pro 再加上Flaunus 这个Spray 这个Nesal Spray 这两个 加在一块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这三种 不同的symptom吗 有的时候呢 有效 有的时候呢 没有效 简单的回答是这样 因为 最大的缺点 对局部的 药物来说 就是它是 虽然在局部 作用效果很强 但是呢 它对其他的 局部的效果 就变弱了 OK 所以这个 还要 不能够说 全部一网打尽 是的 要兼得 不大可能 这就是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如果 诊所里面 有非常严重 然后他又不想 吃药 我不想吃一个 这个 吃这个 然后我也不想 用 那个过敏的 然后我也不想 要一直点眼睛 他们就来我们这边 我们就会 就给他做 他的过敏源测试 然后给他打过敏针 因为 打过敏针 才能 才是有可能 有办法解决说 你那么多 吃那么多药的 方法 是 我想起来了 还有一位听众的 一个问题 最后 我还要多一点时间 请到这里 很快的说明一下 听众问 大家都说 你的过敏 是因为本地的花粉 这些引起的 所以你应该吃 本地产的蜂蜜 蜂王浆 是本地 在过敏季节产的 才有效 才能够帮助 你看过敏 属实吗 不错 是不太对的 我现在 简单的跟你讲一下 最后用一点时间 当我们用过敏针 达到最高剂量 也就是我们的 维持剂量的时候 每个月 你都会来到诊所 然后我们给你打一针 如果你对像素 或过敏的话 我们每个月 打给你过敏针的 里面的 像素的花粉含量 是你 一百年 所接触到的 像素花粉的含量 打一针 每个月打一次 那一针里面 就一百年的 像素花粉含量 我们要用 这么高的浓度 才能让你去过敏化 所以你的 这个蜂王乳 或者是蜂蜜里面 是不可能会有一百年 你所接触到的 像素花粉的 那么高的含量 所以你吃这个 你可能要吃 可能要吃到 一桶以上的蜂王乳 或者是花蜜 还有可能 好 所以朋友们 听到了 林晨新林大夫 特别就这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听众提出来 也是很多听众在想 在讨论 在左思右想 举气不定的 这个问题 这个答案 如果按照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这个真正 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短时间之内 拿到万岁的 这个花粉 树粉过敏源 我们才能够抵抗 才有可能 但是把一万年的 这个过敏缩短 在几天 或者几个月里面 把它全部 把它对抗起来 把这个抗体 能够把它加入 自己身体 这个不大容易 所以 一年算下来的话 你会接触到这个 一千两百年的 上述花粉 所以 不是万岁 我们就万岁万岁万万岁 听了吗 好好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 和林晨星 林大夫 棍米专科医师的讨论 在这儿要告一段落 时间已经九点整了 再次谢谢 达特林 参加今天的节目 非常精彩 非常重要的内容 稍后朋友们 可以在德州中文台 我们的网页 以及YouTube上面 可以再度点击 重新收听 谢谢达特林的参与 下个月 我们再和达特林 空中继续再讨论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